行政院农委会今年和全台湾有31家总史农渔会合作 成立了绿色照顾示范站 玉西地区农会特别是以绿饮食确保长者的饮食健康 这也是家政妈妈们的专业跟兴趣 结合了待在特色食材文化传承还有绿色景观疗愈 发展绿饮食绿照顾绿疗愈 共同照顾关怀农渔村的长者 坐在餐桌上几位资深美女们坐在一起用餐 相当温馨又快乐 这是玉里地区农会的家政妈妈以及长者们 因为玉西地区农会的绿色照顾示范站 又让大家相聚在一起 那基本上他们就是绿照顾绿疗愈 那他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说 也是一样我们请他们高龄者 他们农村的高龄妇女他们来这边 然后我们请老师来帮他们上课 那中午也有共识 就等于说让一些人他们在农村的以后退出生活 他可以更圆满更健康更疗愈 玉西地区农会在今年与全台31家种子农育会合作成立绿色照顾示范站 其中玉西地区农会也顺利在8月份成立揭牌 玉西地区农会特别以绿饮食为结合家政般设计 友善高龄长者的营养均衡饮食 确保长者饮食健康 这也是家政妈妈的专业跟兴趣 也早就在今年4月份开始就地取材 为长者设计 益康活动 结合在地的特色食材 文化传承以及绿色景观疗愈 发展绿饮食 绿照顾 绿疗愈 共同照顾关怀 浓于村长者 记者高双双 玉里卓西采访报道